这地方的话我们去判断说它到底是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的话重新再买H一下 123 7 密码正确 那这个地方这一题 因为之前也做过类似的 所以应该比较简单 你只要把程式稍微改一下 里面大概改动一下 重点就是在我们如果要记录的话 第一个就是在产生图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记录的request 其实也是一样 request点 当然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session物件 或者是直接从request 我没有建一个物件 直接用request里面的get session的方法 也可以产生一个session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产生一个session session名称的话就是一个password 那在哪边去取得 在check的时候 判断的时候要怎么把它抓回来 抓回来的方式的话就是 用request里面也是get section 前面是叫setHP 这边叫做getHP 实际上这个地方也会比建一个物件 再去set会来得快很多 这个也是方法 OK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这个等于是我们练习的第四题 大概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说你最后可以做出来 那里面的技术是用什么 用这个session就可以了 前面的话用这个 request.getSession.set set这个 attribute 这个把它set到 那跳到另外一页面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按送出之后 送出的时候 那这个资料呢 因为我们是把它在表单里面送 所以在session物件里面已经有这个password 那在check的时候呢 就可以再把它抓出来 我想这部分各位再试试看 这个是动态密码的部分 是第四题的部分 那第五题的部分就是实作一个登录表单 然后呢 也有什么呢 核选记住密码 而且会自动会怎么 把上次的资料再填回来 这个在cookie里面做 不过如果我们希望把它改成 配合session的话 看一下这个地方 login的部分 那这里特别注意 login的时候呢 我们前面的那个sample是 phone的表单 是放在htm的一个网页 对不对 可是这里如果用session的话 你必须把它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sublet 我们前面的cookie的范例 类似的 但是做法不太一样 我们的login login是一个htm 那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login必须要是 把它做成这个 做成一个 sublet 类似的 这边有个记录 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 登录一个假的 按登录 它会弹回来 然后如果 一个真的话 123456 然后记住 那同样的它会放在cookie里面 可是要配合那个session 配合session 可以登录成功 sassist 这个意思 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里面 我需要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我的login 的部分 是写成一个sublet 然后呢 fone的部分 也写成一个sublet 那这个fone里面的话 就是把cookie里面的资料 带回来 所以如果我这边 登录成功的页面 是sassist 就是regulate 弹过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 下一次再登录的话 密码记下来 一进来的时候 一进来的时候 就要判断 一进来就要判断 所以如果一进来 就要判断的话 我们第一个 是要建立一个fone 之前建立一个fone 是这个fone 之前是htm 那可是htm htm它是进 它没有办法判断 没有办法判断cookie里面 有没有东西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 要把cookie里面的东西抓出来的话 在第一时间就抓出来 就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fone 变成一个sublet 那这个sublet 前面就是先判断 如果cookie不等于 诺的话 就里面有东西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通通 抓回来 那抓回来之后的话 放在哪里呢 放在几个变数里面 几个变数里面 包含就是username userpassword 跟check 这三个资料 也就是我一进来 我要把资料 如果有cookie里面的东西 我就把它塞进去 那这边的话呢 我需要用cookie 然后把里面的资料 用4H的方式 把它抓出来 那如果有name 然后 name的部分的话 就可以把它get回来 名字 然后呢 它的name 跟它的value 都可以把它抓回来 那如果我们这边判断 假设有username password 抓回来之后 那另外还有check 如果check的话 那也是一样 把check的部分 如果它有打勾 有自动 出存的话 那也把这个check把它抓回来 那最后把它跳离 那底下的部分呢 才是表单真正原来的 原来的这个状态 就是说 里面包含什么 包含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form 要跳哪里 要跳action action的话 我这边有个login.do 那我本身的话是什么 login.view 这个本身 第一个画面 是login.view 第二个的话呢 是传到什么 login.do 就是login的这个serverletcher 那方式的话呢 是用post 那也是建一个前端的画面 是一个名称 一个密码 那是否记住这个密码 就是checkbox 打勾 然后它可以做登录 那登录的话呢 就会跳到 当然按送出的话 它就会跳到什么 跳到login 的这个serverletcher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 就再把什么 里面的 丢过来的东西 把它抓出来 比如说它的 username 跟password 那再去比对 是不是正确的 比如说Terry 密码的话 123456 那另外的话呢 再去抓到 那个 这个remember 到底remember 里面是不是 是不是打勾的 如果是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 我就怎么样 把它 记下来 记在哪里呢 记在一个key key key是这个 username password 是这个password 里面存活的时间 就是7天 就一个礼拜 那名称是Terry 他说的是12356 那也要把它存起来 最后的话 add cookie 把它加进去 反之的话呢 如果说它是remember 没有打勾的话 那就是什么 就跳 直接就跳到什么 跳到assist 因为有打勾的话 它要记住嘛 所以我们页面 这个地方 最后有没有 这边有个 打勾是不是要记住 如果是要记住的话 那cookie里面就有东西 没有打勾的话呢 那cookie里面就没东西 所以这边按一个登录 因为我有打勾嘛 所以它把它 把它这个记下来 那并且呢 在也是一样 最后还是要 要登录到assist 因为最后有没有 还是 会 传到什么呢 嗯 还是一样会 执行这个assist 只是说多一个动作 这边多一个判断 如果它有打勾的话 就增加 那如果说呢 这个地方 账到密码不对的话 就有弹回去 那弹回去 弹到哪里 比如说我这边 假如我这边 输入一个错误的 那 按登录的话 它一样怎么样呢 还是会 这因为我记下来 它会 弹到原来的画面 有没有 弹回来 那因为我刚刚 已经有记下来了 所以这一个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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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它自动会带出 正确的 这个名称 跟密码 那这个是login.view 对应到的是什么 这个form 的 serverless 那执行的话呢 当我按登出的话 是送给这个 login 的 这个 serverless 那这个名称 我取一下 login.do 一个是login.view OK 这里的话我想跟各位试试看 最后 或者你如果有别的逻辑 你也可以用别的逻辑方法来做 主要我希望看到是这样子 第一个 一载入进来 如果 里面是有 那个 在cookie里面有东西的话 我第一个 按那个 直接进到里面 我再按重新整理一样 就会自动带过来 然后按登录的话 就可以直接登录 那如果说里面有错误的话 或者没有打勾 它会再让你弹回来 OK 那如果密码正确的话 按登录 就会出现 seize 这个画面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好了 那这相关的画面 各位 再想想看 这地方 主要 phone的这个 serverless 上面 主要是取得cookie里面的资料 然后再组出一个 这个表单出来 OK 谢谢观看 谢谢大家